银行队的第三次场比赛 那么现在是武汉安心百分百队 以2比1情况下领先 长白山农商银行队 那么看一下这场比赛 刘诗文如何能不能拿下比赛 正手拉下漂亮 好球 这个球在车小夕抢先进攻的情况下 刘诗文还是稳住了 他拿正守卫 反手搓起来 拧起来漂亮 卓晓晓在这场比赛中 感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看一下能不能挑战刘诗文 然后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反手对攻 正手拉起来漂亮 那么刘诗文在第一局比赛中 以1比3落后 我看这个球 反手拧起来 要的反手继续反手 正手过来以后 刘诗文没有办法接住出戒 正手执起来 这个球感觉 感觉车小夕打出了状态 感觉车小夕打出了自己的状态 正手拉起来 又是想模仿上一个球 但是没有成功 然后最后比赛来到外比赛 反手拉起来 漂亮 那么在1比4落后的情况下 刘诗文连拿2分 将比分送到3比4 那么刘诗文其实本身的心理速度状态 哎呦这个球 正手为的进攻 车小夕是很强的 那么刘诗文其实本身的心理速度状态就是很好的 因为他之前在对阵武汉安心百分百队的同时 他之前在武汉安心百分百队对阵长白山农商银行队的时候 有一场比赛也是0比2落后 但是强行拿下三局 然后扳回了比赛 所以说感觉落后已经不是刘诗文担心的事情 刘诗文只是想着如何把这场比赛拿下 那么现在比分来到3比7 刘诗文落后刺球 反手领起来 漂亮 感觉第一局 刘诗文没有活动开啊 是这个原因吗 感觉车小夕很轻松的就拿下了 这很多分 我们看看这个球 车伟拉起来 继续对攻 哇 正手拉 漂亮 这个 可以说是 这个仓房球 是一个很大的要点 看这个仓房球 直接改变了车小夕的比赛的 比赛的节奏 正手拉起来 漂亮 哎呦 好球 感觉这个 车小夕的进攻还是很很有力度 很有力度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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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手 漂亮 球比 那么六十分拿到一球 现在比分是四个球落后 但是无关解药 如果这个两个球 六十分可以保证拿到两分 那么在接下来的两个自己发球的情况下 还是很有机会的 哎呦 直接吃发球 感觉吃发球在比赛中还是很少见到的 看到这个球 哎呦 好球 那么现在是车小夕拿到了这一局比赛的局点 发球 反手扭起来 漂亮 一个很果断的上手 哎呦 好球 一个很果断的上手 我们看到这个刘士文在第一局失误了以后 还就把拍扔了出去 我觉得刘士文对自己的心态有些变化 我们看这个很果断的一个上手 啊 正手 哎呦 在失误了以后 这个把拍扔了出去 看着刘士文 对自己比赛的这个发挥员 还是很不惊愿意的 感觉很失望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在场的所有乒乓球运动员可以保证在比赛的时候 尊重自己 尊重对手 以及同时尊重各方的教练 或者是在场的观众 呃 这些摔趴的运动 摔趴的动作可以说是 呃 还是有一些不尊重对手的嫌疑 那么刚才这个可能也是刘士文的一个 呃 着急 在对方一个呃 呃 凡事为了一个抢攻的情况下 自己就会预料到 然后丢掉了第一局很关键的一场比赛 然后刘士文可能是意识着急 然后导致自己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看一下刘士文在第二场比赛 第一个特长和自己的状态 拿下这一局比赛 然后上海第一球撤消息一别两百天 摔身 漂亮 反手拉起来 这个时候感觉真的是 看正如拉起来 然后反手有一本宁 好球 这个球感觉打出了2016国际平联 现在排名第一的刘士文的中军主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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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 好球漂亮 上手搓起来 哎呦 哎呦 窗网窗 漂亮 哇 两个窗网球 两个窗网球 刘师们在两个窗网球的情况下 拿到了自己的一分 那么现在车小鸡一笔自落后 把手扭起来 漂亮 这边来到一笔五 刘师们发球 感觉在第二局比赛 哎呦好球 感觉在第二局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至今为止 刘师们已经转向了三个发球 第一个球是正手位的侧上 第二个球反手位的侧上 第三个球反手位的一个长球 我们可以说这三个球发球都对 对方车小鸡在进行比赛 看这个球又是一个变化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个发球 对于车小鸡在比赛中判断这个接发球 以及下一个球应该如何接 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然后导致自己没有办法掌握比赛 然后输了好多球 我们现在比赛来到三不六 车小鸡落后三分 发球拧起来 漂亮漂亮漂亮 漂亮 那现在比赛来到三比七 发球拧起来 拉起来 发球对空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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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我们看又是一个变化方法球 但是对方接住了 我们看这个反手都对攻 连续压刘世文三板以上反手 反手拧起来 来压到正手 然后一个车身 漂亮 好球 好球 哎呦 一个反手的长球 这个球感觉偷的还是很有水平的 很果断的 但是在后来的接球的基础上 处理上没有办法进行维持 那么导致比赛失误 哎呦 十八球 那么刘世文 在第二局比赛中很轻松地拿到了局店 哎 反手拧起来 哎呦 好球 那么刘世文在第一局失误以后 在第二局很快的拿下了这局比赛的胜利 一个十一比五的高分差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可以说刘世文在第一局 最后的那个球心理素质 有一些变化的同时 在第二场比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底线 完全的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大将的风范 你可以说在第一场比赛失误以后 对自己很困满 但是第二场比赛还是发挥着自己很关键的水平 那么也是以十一比五的大分差 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我们希望刘世文可以见着这股劲 不要松懈 继续拿下第三局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这顺便发球 反手拧起来 再多用了那么一点力 如果轻一点的话感觉会上台 关手拧起来 那么在第三局比赛的同时 上来两个球 特小西 连续拿两球 将比赛领先到零别二 而且是在刘世文发球的记录上 我们看这个对攻 漂亮 特小西可以说他的对攻 感觉完全不输给 不输给刘世文 我们看这个球 我们感觉这个车小西的对攻 完全不输给刘世文 我们看车小西发球 反手拧起来 漂亮 太阳一般不输给刘世文 太阳了 如果想不输给他 Micro 前两个球处理上没有车小西那么果断 在用力以及变换方向的上面没有那么果断 我们看这个球正如拉起来 反手漂亮 哎呦好球 好球 林志文在这个球我们看一下回放 正如搓到正手位 然后拉到正手位 然后反手到反手位 哎好球 这个车小西虽然很尽力的在跑位 但是还是没有跑到 哎呦又是一个对攻 漂亮 超达石板的对攻 最后以刘世文的胜利 拿下一分 反手 反手拧起来 漂亮 哎呦好球 搓起来 反手拉起来 漂亮 哎呦 哎呦又是一个 我反手拉对反手拉 这个球感觉打得很适准 我看这比赛 3比5 任志文发球 正手 拉起来 哎呦 车身 就要漂亮 这个球感觉 任志文在第一板的时候没有改进力 但是在第二板的时候 但是在第二板的时候还是把把限度打开了 那么海成拿到了这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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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了5比5平 我看下车小夕 这个球应该是发擦网了 那么擦网球 其实对于一名选手的 这个心理素质的改变的体现 可以说是很大的 那么反正周围 拧起来 哎呦好球 好球 漂亮 这个球 刚才那个球不是发擦网了 是完全发丢了 那么车小夕的心理变化感觉 是有一点影响了 我们看这个球 正手拉起来 漂亮 感觉这个球 拉到正手位置 我们看一下回放 正如围拉起来 防过去 反手拉起来 然后拉到正手 防过去 拉到反手 漂亮 把点完全的变化开了 这就是我跟大家所说的 这个点的变化 在如果把点变化开以后 那么对方是没有办法招架的 那么现在比分来到6比8 有什么领先 应该是车小夕发球 正手搓起来 哎呦 但是丢的有一点饼干 刚刚说车小夕这个球丢的有点侵挤 但是刘世文这个球直接吃发球 直接把比分送到7比9 看看刘世文这两个发球至关重要 可不可以到10 哎 好球 正手为一个爆冲 白短 没有任何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没有任何的拖尼带水 一个正手为 漂亮 那么比分来到7比10 拿到这局局定 哎呦 一个正手长球 哇 我觉得这个球 车小夕也是拼了 这个车小夕也是拼了 很果断的一个反手为的一个车身拉 哎呦 正手 漂亮 哎 好球 那么让我们恭喜刘世文拿下这一局比赛的胜利 看这个球 刘世文 反手 拧起来 一个反球 成了 漂亮 我们只能说这一局比赛 刘世文 打得漂亮 把两个点 一个正手 一个反球 打得很开 那么在第一局 就是人失误 然后 有一些心情和变化以后 在第二局第三局 就是人很快地找到了 自己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比赛 然后很快地达到了这个比赛的准备 看一下这个第四场比赛 怎么样 那么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 2016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现场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武汉安心百分百队对阵长白山 国队对阵山西大土和华丽队 刚才也是看错了 因为一直在说长白山农商银行队在上一场对阵武汉安心百分百队的时候 刘世文的一个表现 那么现在已经进行到了大局第四场比赛的比赛 那么前三场比赛是分别以武汉安心百分百队达到两分 长白山农商银行队拿到一分 那么现在进行的就是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 那么现在是刘世文 2比0仍先 3比0 我们现在车小戏叫了一个暂停 上了0比3 RX肴安心8遂的一场由外来注重 上길渣 上了李孙安心 gtТo荣 现在杯成线是第一场由第四局 owo bazy 那么大家aps 心 世界冠军刘世文目前是ban ant 刘世文很快地就反إ回到了球台 感觉对自己的这场比赛的话 虽然很安逸 我们看一下刘世文如何保持住 然后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个球是擦网并不是输 一个又一个换发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刘世文 最擅长的就是在比赛中换发球换节奏 然后自己掌握到自己发球的节奏中 然后对方没有办法掌握这个节奏的时候 就会输掉这个比赛 那么刚才这个球是一个正所谓的一个逆旋转 好球 很果断 那么在车晓曦叫了暂停以后 连续拿到两分将比分缩咬到了一分 2比3 发球 正所谓拉起来 反手对攻 好球 可能说车晓曦这三个球处理的很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刘世文 这个发球 应该如何发 发球 反手拧起来 哎呦 这个球是 擦网了吗 应该是擦网了 我们现在发球 正手拉起来 反手拧起来 漂亮 继续反手 漂亮对攻 正手拉 漂亮 感觉这场比赛都是将近八九版的比赛 我看这个 就像我之前所说 现在中国平方球的战术打法可以说就是这样的 就是比赛的回合越来越多 比赛回合的越来越多 然后导致 针对于前三版的选手的比赛 比赛的回合越来越难打 因为双方都可以很快的把球 远远回来很快的把球防过来 那么如果你想在前三版 达到比赛的胜利 那么就需要很高的水 很高的这个打球的质量 然后以及速度 那我们现在比赛来到4比5 刘世文领先一球 现在是第四局 有声门发球 哎呦 这个球又是操网 反正这个球不操网的话会丢啊 看下这个发球 哎 好球 哎呦 漂亮 现在车小夕来到 重新 在开局0比3落后的情况下 拿到了6比5领先 反手拧起来 哇 这个球好球 7比5 哎 这个球 正手搓起来 摆起来 漂亮 对攻 哎呦 又是刘世文的一个反手来先出界 看一下 翻手拧起来 继续拧 哎呦 又是刘世文的一个反手出界 这只能在反手出界已经连续输了4个球 已经连续输了4个球 比分来都5比9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起为刘世文加油 正手拧起来 漂亮 哎呦 这个在拉球的时候 没有进行第二板还原 我们现在比分 反超 6比10 哦 又是一个反手丢球 感觉刘世文在这场比赛中 反手被丢的稍微有点多呀 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个 车小西这一名选手 真的是一名大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在跟武汉安心100%对战的比赛中 他力挽狂澜 第一次在第二场比赛中 2比0落后的情况下 力挽狂澜 打下比赛的胜利 同时在对阵刘世文的情况下 可以将比分 大比分打到2比2平 同时在第四场比赛 3比0落后的情况下 把比分追到了10比6 那么我们这都是 可以说是车小西比赛的一个 技术特点 那我们看一下最终会以谁 这一场比赛会以谁胜利为终 对不对 这是很小的小朋友 特别小的小朋友 正手拉起来漂亮 上来第一个球的一个抢了 那么其实这一场比赛 车小西也是一个 然后车小西也是肩负着整个团队 因为这一局如果输了的话 大比赛将会来到3比1 然后武汉安心百分百队 将会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在刘世文发球的情况下 先拿两球 达到了开门红 比分来到2比0 发球 撤人了 哎呦 并不撤人了 这球来了一个反手 那么如果反手接这个球的话 就会有一点难 发球 正手搓起来 哎呦 这个球 在摆短的时候 应该是正常搓过去就好 他车小西更追求了一下质量 希望可以多一点逆旋转 往上搓 一个挑球是错球 我看下这个发球 刘世文发球 比分来到1比3 刘世文那些 正手 挑一板 哎呦 反拉 没反拉过去 我们车小西这一板 抢球上攻也是 很果断 我看这个球 一个抢就上攻 漂亮 很果断 完全没有一点 犹豫 看这个球 反手 拧起来 继续押头反手 正手位 哎呦 好球 漂亮 翘小西在比赛中 又一次以3比1落后的情况下 连追2分 同时是按照自己进攻方 连追2分 我们看下这个刘世文的压力 肯定是非常大的 应该如何比 漂亮 你看来的4比3 我刘世文感觉 这个时候的心态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刘世文 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叫一个暂停 是很正确的 我们看一下教练如何指导 在刘世文以及带 刘世文以及车小西对攻的情况下 这个反手对攻的情况下 一直都是以刘世文的失误来带定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刘世文在比赛中 可以多用一些正手 或者是在反手对攻的情况下 可以用一些反拉 或者是反正手的一个车身拉 然后拿下比赛 我们看一下教练给刘世文如何指导 把球正手 调起来 反手拉起来 漂亮 对手3比5 在3比1领先的情况下 刘世文又一次落后 我们看一下刘世文如何打 一个正手位的发球 又是对攻反手 还能不能对过 又是反手 漂亮 切小西的反手位 以及正手位的衔接 感觉真的是 很强 我们看这个反手位 又一个正手位的连接 感觉打得像一个 男子平方球选手的一个技术特点 那么现在比分已经 分差拉大 我们看一下刘世文 还是有机会的如何追回来 反手拧起来 漂亮 7比3 在刘世文3比1领先的情况下 被车小西连追6分 把分差定格在了7比3 拿下了